叔叔您好 初次见面分外眼红的 你所骂的 所骂的 三生有幸 屋里过话 走着 我怎么觉得像进土匪窝了呢 我爸就这气质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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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妈 爸 这是我那男朋友 我知道 他叫李虎婆 闺女 这小子长挺根啊 什么 爸 您最好呀 还是做普通话 要不他呀 听不懂 说你长得挺草率 回三爷的话 我上山 你怎么知道排行老三呢 叫伯父 伯父 三大爷 我听说您是我们这一片 有名的大收藏家 嗯 咱不上有名 哎 福云 哎呦 那你要是能在福云上 那不就离生天不远了吗 做什么呢 呃 灯天 飞天 哎呦我去这一天呢 啊 你老有一个 你老有一个雅号叫老蜜辣 哎 对对对 我叫蜜辣 你叫虎婆 对 挺好 哎 看来你们家 是玩古弯的吧 是玩古弯的 要不谁能给孩子去 借岛没名字呀 哈哈 玩古弯的 你等着啊 哎呦 你爹是不是找人去了 我赶紧熬药 别动 可能去厕所了 一会儿呀 不管他拿什么东西给你看 你就捧着他说 往高楼说 说好 啊 小伙子 哎 借岛 大大爷 刘花哥 你干嘛 干嘛起来 你起来啊 你还骂他呢 你 我是让你露露 长长眼 哦 借次骂 那我就 上上脸 上 这是 刘绝 哎 哎 我发现他 他这找挺新鲜啊 这验啥 和别人不一样 哎 那我就说了啊 啊 说吧 说吧 这是 剑 就一个字啊 啊 宝剑 有多一字 大宝剑 我 又绿又长的 大宝剑 你所作 他是哪一朝 哪一代的 哦 您看啊 这上边生锈了 那他年代可就久远了 嗯 我算一算啊 夏商与西州 东周分两半 春秋和战国 一统秦 哎呀 我这汉呢 哎 你说对了 汉朝的 对 我就想说他是汉朝的 啊 那是 谁用过的呢 哎呀 结合就太简单了 那可得是高人的 要说汉朝的高人 我想想 哎 曹操 曹操手里就有两把宝剑呢 一把名叫倚天 一把名叫青红 那我这剑 糟鞭吗 我虽然不知道招不招鞭 但是 哎 我们可以用排除法 您看啊 首先我觉得 他是倚天剑的可能性就没有 因为倚天剑他已经碎了 他怎么碎的呢 您不知道啊 我哪知道啊 这倚天剑呢 最早的持有者是曹操 可后来呢 他传给了峨眉的灭绝时代 哎 既已经辗转 又来到了武当少侠 哎 张无忌的账中 张无忌拿着大宝剑 在江湖上 那是掀起了血雨腥风啊 吐银至今 屠龙宝刀 一天不出的谁看真风啊 再后来 峨眉有一个小女弟子 叫周芷若 哎呀 这女的才厉害呢 哎 她怎么就那么巧 这个周芷若 她同时得到了两把神兵 她逃离了冰火 芷若 你上那去 她逃离了冰火岛 来到了中原的一家宾馆里 她盘腿坐在了炕上 运足了自己的内力 嗯 嗯 擦回来了 刀剑护砍是双双碎裂呀 她就在里边找啊 哎 她都找到了两本书 一本是岳飞岳老爷的五目遗书 一本是不知道什么老爷的九音 真经 好 好